我们看一下学测99这一题 这一题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它是一个xy 是一个二元的连立方程组 那二元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说每一个对应到的就是什么 每一个对应到的就是一个直线 所以它这里可能就是 第一条线就会变成是那个 2x-y等于1 2x-y等于1 那另外还有x-2y等于a 就是x-2y等于a 例如说这条线 然后呢 我们还有第三条线 x-ay等于1 2 2 第三条线其实很多种画法 例如说你这里可以画一条 这里可以画一条 但是它重点是希望它怎样呢 它希望有解 所以有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共同焦点 而且是三线有共同焦点 所以我的第三条线呢 就不可以乱画了 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点 好 所以做这种题目呢 你一定要先把它提议先想成一个 那个 就是把提议呢 先转换成一个图形 这样子我们比较好理解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先把 绿生粉红的点找出来 然后再带回去 其实这题就可以解除a了 所以后面就纯计算 所以重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可以把这些读出来 不要看到一个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就放弃了 就是先找出来 有解就是有共同焦点 那三个呢 其实就是两个解出来 再带回第三个 好 那我们先来解那个 嗯 就是先来解 绿色跟黄色的焦点 所以我们先把绿色先乘2好了 绿色乘2 就变成4x-2y等于2 好 那这两次再相减 这两次相减 我们就会得到的是什么呢 对 这两次相减 我们就得到 变成3x等于那个 2-a 好 那所以x就等于 3分之2-a 好 那再带回什么呢 再带回这一式子 就是说 y就会等于什么呢 y就等于 2x-1 好 那所以这样子就解出来 好 这变成3分之4-2a 再-1 就等于3分之1-2a 好 所以我们解出x 解出y 好 但是呢 我们要找 这里都有a 没关系 我们用第三式 再带回第三式里面 好 所以第三式的话就是说 x-ay 等于122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换进去 变成3分之2-a 再减掉a倍的3分之1-2a 等于122 好 这数字是有点大 所以先乘3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2-a 减掉那个a 加上2a平 等于366 好 那稍微整理一下 就变成 2a平-2a 减掉364 等于0 好 然后再整理 好 就变成a平-a 减掉182 等于0 好 那这边就要分离看看 这是81-82是什么呢 就是91乘2 好 91刚好是什么 91是7乘13 好 所以182就是 182就是2乘7乘13 好 所以14跟13 这里可以凑 所以变成a-14 乘上a加13 等于0 好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a等于14 或-13 好 但是因为学册的 这个 只有1格让你填而已 所以我们就填这个a等于14 好 所以14就是答案 好 但后面纯计算 其实重点就在前面 前面就是怎样 三线 对三线有焦点 那我们就可以 有解就是有共同焦点 先把两个算出来 再带回第三个 好 这样就可以解除答案 对三线有焦点 再带回来 好